国主以巴林队的四一赛可谓是赢得刺激 赢得让球迷们直呼过瘾 一部分球迷看到巴林队进球之后 七道直接关闭直播睡大觉 结果早上起来看新闻时 钟南竹竟然赢了 短短三分钟的时间 中国队和巴林队球迷们的情绪宛如坐过山车 而在比赛结束之后 围绕巴林队绝杀进球被取消的争议也很多 有部分球迷认为巴林队的绝杀进球并没有约位 甚至还质疑视频裁判没有第一时间回放业位线 过了三四分钟才回放有再批图的嫌疑 而大部分球迷则是认可视频裁判的判法 巴林队球员哈兰的肩膀确实有业位 个人认为亚洲联给出的铁证是毋庸置疑的 从亚洲联裁判当时给出的业位线来看 在巴林队球员起脚的一瞬间 哈兰的肩膀刚刚好业位一点点 虽然肉眼看得不是很明显 但是经过发现之后就一目了然 来自约旦主裁判马哈德·麦赫吹雕进球 是公平公正的判法 至于当时为何会延后给出业位线 这其实跟转播足球比赛的常识有关 在视频回放时 直播一般会选择球长上出现死球状态 或者比赛不精彩时才会进行回放 目的就是不中断精彩的直播比赛 而关于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 也在塞后曝光了出来 从亚洲联的裁判信息安排来看 两名视频助理裁判都是来自卡塔尔 第一助理裁判是马里 第二助理裁判是杀马里 不少球面将他们视为是国足 赢球的攻城之一 甚至还有人牵强附会的彩测 他们吹掉巴林队的进球 可能跟中国籍主裁判马林有很大的关系 原因是在亚洲被决赛 马林执法约旦队对阵卡塔尔队时 他在一场比赛吹给卡塔尔队三力点球 按照国人的视为卡塔尔裁判是在里上往来 巴林队的进球被吹 国足随后由张越宁完成准决杀 这一吹一进对于两支球队的晋级形势 可谓是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影响 剩余的比赛 中南足只要能够主场击败巴林队 客场击败印尼队 那么国足锁定第四名基本上十纳九稳 而巴林队和印尼队如果还想争夺第四名 一旦在次回合比赛中再次在澳大利亚队或者沙特队身上抢下击分 那么中国男足甚至有望以第二名的身份直接晋级四列兵 中国男足现在的情况就是 只要拿捏好巴林队和印尼队 让他们变成自己的打工报 就可以隔岸关火 看他们四子球队上演大乱斗 从而收获疑温之力 如果自己再争弃一点 从前三名的球队中争取到一分或者三分 那么拿第二名的机会将会更大 然后再次复权